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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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香港真光中学 在港建讨86周年校庆感恩会 我是中学部学生团契团长魏永轩 很开心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 数算上帝的恩典 感谢天父一直以来对真光的眷顾 今天还有一位好拍档 中学部学生团契职员曾感恩 和我一起主持今天的感恩会 感恩 你的心情如何呢? 我的心情就好像我的名字一样 充满着感恩 而且充满喜乐 让我们一起来唱校歌 同时回顾一下86年来真光的历史片段 见证真光如何有一间 只得35位学生的小学 发展成为今天中、小、幼 接近2200位学生的大家庭 请各位起立齐唱校歌 赞颂天父的奇妙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异 growers 《arde场》 《词曲统播剧场》 《词曲统播剧场》 《词曲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醉一水如意在河 天在湯河 天在湯河 也激風朝夾斜坡 莫能兇勇 仁國映坡 何時惠意在河中 各位請坐 現在有請孝監李靜儀博士 為我們獻上感恩祈禱 我們同心低頭祈禱 滿有恩典憐憫的天父 我們同心感謝你一直帶領爭光 由1872年廣州開始 到1935年在香港見校 直到今天86年來 你一直是我們的元帥 為真光開路 看顧 保守我們 過去超過一年的新冠疫情 對於全球來講 都是一個死任的憂谷 但是我們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們同在 你的仗帶領我們繼續向前行 你的肝 安慰 扶持我們 感謝你讓老師在疫情之下 緊守崗位 無論是網上 還是實體教學 都忠心盡力 將知識和關懷帶給同學 又感謝你讓同學們在這段時間 體驗到全新的學習模式 亦都學了怎樣關心和幫助 在疫情底下有需要的人 求著透過今天的感恩會 聯繫各地的真光人 鼓勵我們無論何時何地 任何的情境 我們都將光照在人前 榮耀主名 散播祝福 我們一起感恩 榮耀 我們的讚美都歸於上帝 直到永遠 阿門 今天這麼高興的日子 除了以討告去表達我們的感謝之外 當然就不少同學們的歌聲 以下下來 會有真光幼稚園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為我們重唱兩首歌曲 分別是梁靜燈和哈哈我真光 希望每一位真光大家庭的成員 能夠努力不懈 在世上發光發熱 榮耀主名 暴力祝福 MING PAOBS 知道耶稣的一盏量正德 我们手手手也发光 脚脚也发光 口口口也发光 往全身都发光 祈祷羊 主席真美光芒 七黑女帝心希望 全世界上的日 全头有石坑 Yeah! Say осв 我晚上之前做耶稣的 一盏量正德 我晚上之前做耶稣的 一盏量正德 我们手手手也发光 脚 脚 脚 越发光 后 后 后 越发光 我全身都发光 起头人 褚蜜真美光芒 在七黑举更新希望 愿世快上的一日 愿全球有石光 Yeah! 我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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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发光 脚 脚 脚 越发光 后 后 后 越发光 我全身都发光 起头人 愿意分离光芒 伤身都迷迭 带着心希望 全世界上的人 愿全球有石光 Yeah!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精神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精神 Yeah!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精神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精神 Yeah!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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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 耶稣地 愿意分离小们 我都知 迷 Syl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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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純真的歌聲 真是令人覺得好溫暖 而真光畢業生 亦都呈存了剛才涼首詩歌的精神 在他们的崗位上暂放光芒 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校友吴文博女士 在我们当中分享上帝的恩典 吴女士是真光艺云社的成员 也是延任校董 营职Atlas Base香港区城市总经理 吴女士在香港和国内的酒店业 还有共享办公空间业务的方面 累积了丰富的市场拓展 营销管理经验 我们一起看看她的专访吧 在真光呢 我记得我已经在真光里面读了差不多十年 包括我是一个插班生来的 当年是在四年班的时候插班入到来真光 我很记得初初来到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但真光的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环境 在里面可以慢慢地去学习 不怕失败地一直去成长 举个例子 其实我也不怕跟大家同学去分享 就是其实我在中一的时候 在中一的时候我是倒过班的 在当时倒过班的经验 告诉我第一年的时候 从中文部的小学升到英文部的中学第一年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英文的程度功课上都很追不上 当时其实心里面都很难过 还有很大的挫折感和挫败感 但我也都很感激我的老师 当时虽然要留了一年的班 但在第二年的时候 老师都是很识心地去栽培我们 而也都没有放弃过我们 在当中慢慢要面对 原来自己会有失败的经验 但又怎样可以重新振作 又是去克服自己最怕的科目 在后期的时候 去到初中的时候 在真光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觉得真光的老师真的很用心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留意 那个学生其实是最需要些什么 虽然我和几个同学都是留班的学生 但是老师是很用心地留意我们的需要 也都给了很多的鼓励我们 这样我们第一 去克服了英语授课 还有要用英语去回答所有的功课的过程 都不容易的 由一个中文部转到英文部 第二就是当然留班的自信心 都是受打击的 但是老师们都给了很多的机会 我们去建立我们的自信心 例如我的吸社 我的社给了我一个机会 可以参与在社里面去工作 在当中也都可以甚至乎是负责做社长的职位 而在当中我也很记得其中有一个片段 就是当我是一个社长的时候 我被记了一个缺点 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 我忘记了去交一张贺卡给我的执妹 即是那个社 让他们的社是正式成立 那为什么呢 要记我一个缺点呢 原来当时觉得很不分气 那老师就是说你要为你所担当的那个责任 就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级的代表 你也是那个领袖 而领袖如果有这些疏忽 是绝对不可以容许的 你也都要承担那个责任 我当时也用了一段时间去消化这个讯息 但是到我长大的时候 去到现在今天的纲位 当我成为一间公司 在领导层里面 或者在管理层里面 要负责一间公司所有东西的时候 我就很明白这个道理 每一样东西都要看得很紧 看得很谨慎 也都不能很轻率地草草带过 如果不是当时真光的年代 是给到我这些的教训 以至到现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经常都会去每签一份文件 或者我每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当时这个小小的缺点 为什么要记缺点呢 原来就是因为我不谨慎 第二就是真光也都给了一个很好的土壤 给我去成长 这个土壤不单止让我在学习知识上面 有一个成长 当然也都是在我的品格 品德的建立上面 都是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让我去慢慢地塑造自己的品德的要求 也都对于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例如在当特别在国内的工作 有时当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 都有很多挑战和诱惑 比如在金钱上面 或者是一些合同的制定 或者是一些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拿捏 其实这些品德塑造 特别是说诚信 这方面我觉得在真光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深替故 或者一个不是常常挂在嘴边 但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校是要求我们要很诚实 在我们做任何事上面 也都要光明磊落 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塑造了 也都帮助我们出来在社会工作 特别你要成为一个管理层的时候 一定要有的诚信 究竟有没有这个合同的要求 我很感激我母校对我有这个栽培 第三也是我记得 其实母校的过往在中学的时间 就是对于我来说 是可以帮助我练大自己的胆 当时也有和大家分享过 因为自己是留班学生 在成绩方面也不是很理想 也很偏偏 又被人记过的缺点 但是老师们都没有放弃过我 我也很感激 而在当中其中有一位老师 也给过很多机会我 例如在我们的合唱团里面 其实我都是由中一到中七 我都是在合唱团里面的 合唱团的训练里面 都给到很多机会 我们去练大自己的胆 也都在音乐上的知识 也都不单止是这样 我也都会认识到 有一班很好的同学 大家对音乐都是很有热成 很有passion 我们很喜欢去参加一些校制的比赛 也都很喜欢常常拿着吉他 常常躲在楼梯底 甚至乎在洗手间那里去练歌 而这些片段 也都成为以后我人生里面 路途里面的友谊 和我可以建立一个很深厚友谊的 一班同学 一班同行者 这也是一个在真光塑造我 未来的我 或者现在的我 当我去看回头的时候 在学校母校里面 给过我的一些的恩惠 而最后我想都说回 就是真光另外一个 给到我一个成长的土壤 是什么呢 就是遇上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可以认识上帝 为什么我会这样和各位去分享呢 就是当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的知识 当我们可以拥有所有东西 就算我们能够得着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金钱 但是都不会满足的 人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灵性上面 属灵上面的需要是要去给满足 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和我们的上帝 怎么样和我们的主耶稣 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如果问回为什么我会加入了共享空间这个行业 由酒店转过来做这个 话说都是在十几二十年前 当共享空间这个概念还未很流行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机会加入之前有一间公司 就在那里去打拼 以及将共享空间这个概念 就推广在香港 以至到跟着就是推广到在国内 当时办公的模式 依然还是用一些很传统的方法 但我们已经看到 其实在办公室这个工作环境下 如果有一些设施是可以共享的话 不单止在成本效益上面 是会为企业带来一些的优势 第二部分就是可以更加环保 因为你想像一下 每一间公司都自己去装修一来不这样 然后租了几年之后 他又要退场的时候要拆掉那些装修 那为什么不大家 那么多间公司 合在同一个共享空间 装修得漂漂亮亮 亦都可以共享一些的资源 而不需要那么浪费一些的资源 以至到他们的成本效益 更加可以达至一个更加好的控制 更加每一间公司之间 他们亦都可以有不同的协同效应 在生意上面 或者在人才的配对方面 亦都带来一些益处 而环淘呢 其实我们两三年前加入这间公司 当时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旅程 本来就没有想过会加入一间公司 即是香港的公司 因为始终过往都是和一些海外公司去打工的 但是在一段休息的过程里面 我都等候上帝 那我就会当时都曾经做过一个祈祷 就是上帝啊 如果都是时间可以转一转换的环境 那可不可以有一份的工作 就是可以给到一个全新的学习 或者接触的领域是要很不同的 和我过往十几年的共享空间的工作经业 要有一些的突破 那会不会有一间公司 但是上帝我又不知道呢 我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会不会是你的心意 那如果呢 你可以在网上高 有一个的网站平台 可不可以买广告的 Linked 那或者在一个网页里面 就是可以将这个工作带给我 这个机遇带给我呢 那我就知道呢 上帝这个就是你的心意了 我也都不想动用自己的人物关系 我不想呢 是哪个哪个介绍我呢 就去了一间新的公司 那我很希望呢 就可以加入一间初厂公司 一间呢 比较年轻一点的 而这间公司呢 有不同领域 不单止只是做共享空间 而是做更加多不同的东西 也都可以有机会让我去发挥 建立团队的一个 expertise 或者一些的经验 那很奇妙地呢 神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真的所有东西都好像一个 剪箱那样 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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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到呢 就是带了我来这间公司 就是Agner Space 那我也都很感恩呢 就是神带了我来这里 也都给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这一帮团队呢 虽然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就是大家都是二十多岁左右 但是个个都很有活力 对于他们的工作呢 都很有很有热成 我就最喜欢 跟那些满有热成的人一起工作 因为呢我相信 就是回到来 我们可以不单止是加添到 就是为到我们的公司 增加一个价值 而是更加我们可以 发挥我们的影响 因为呢 正如我们学校 有一首歌叫放光芒 我们每一个人呢 其实不得业之后 在你不同的工作崗位 或者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教会的生活里面 或者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家庭 其实你都是一盏 好像一盏灯一样 你都会是发光的 你都会其实是 会被人见到 你也都会是 发挥你的影响力 怎样将这个光和热 可以带到你身边 这个环境 这个社区呢 这个也是 我觉得真光 给到我们 我们又年幼的栽培 以至到我们成长了的时候 虽然我们 大家在社会不同的领域 我相信我们 有一些在专业的领域 我相信 亦都有一些 在商业的领域 甚至乎 在一些不同的 就算是 作为一个 妈妈 一个家庭主婦 其实你都是 影响着你的下一代 你都是影响着你的家庭 有一些 亦都是在 你回去教育机构工作的 亦都更加 更加有影响力 而我们每一个 如何秉承 以乃世之光 可以继续的 将这个光 带到黑暗的地方 去影响身边 我很相信 生命 是影响生命的 对于我们的师妹 其实我的寄语就是 我们真的要把握 现在读书的时间 我们要去准备好自己的心态 如何去接受失败 因为当你不学会 如何去面对 和去接受失败的时候 你很难去迎来一个成功 或者去将那个成功 继续维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 我过去看回自己的 新光的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有很多 不同的挫折 经历过 但是就是在那些 经历里面 我就发现 你不要放弃 不要那么容易气馁 或者对自己 失去信心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 将成败 成为我们人生的道向 但并不是这样 人生其实 有更加多的东西 人生其实 是更加丰富的 我们最重要 就是要有耶稣 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主耶稣 是和我们一起 去同行 在走这一条路 我觉得这个寄语 就是我给我的 所有的师妹 我希望你可以 在你真光的日子里面 你有一个机会 很珍惜 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 究竟你认不认识 我们这个救主耶稣 我们亦都有一些 板间房的工作 去探望一些家庭 在这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 妹妹班 你们都用Zoom去上堂 可能你在家里 能够有一张桌 有一些Zoom的装置 一些工具 有一些耳筒 有些电脑 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有一班的小朋友 跟你一样年纪 他们是趴在上隔床 去上他们的Zoom 当他们上Zoom的时候 他妈在下面煮饭 还在叫他出去倒垃圾 外面是吵得不得了 我们的团队 Mana Ministry 就在去年的时间 亦都预备了一些捐献 无论是在一些电话卡 无论是在一些器材 里面 就是去带到这些板间房 以至到这班的小朋友 他是不需要借妈妈的手机 去做功课 去听书 去上升他的功课 是上升了九个字 都上升不到一个文件 我觉得我们这个服事 开了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生活 不再是围着自己的需要 去担担转 我希望我们的师妹 你们有机会的时候 你都可以参与一些学校 安排给你们的体验 还有记得 有一句圣经的话 就是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因为今天有这个福分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把我们有的资源 去和其他有需要的人 很乐意 很慷慨地去分享 这个就是我对你们的鼓励 校友吴女士的见证 实在鼓励我们每一个 去发挥真光精神 好好运用上帝所赐的因此 在世上绽放光芒 以下来 有请堅岛幼稚园 为我们唱出真光快乐歌 希望我们每一个 都活得充实又快乐 生命发光发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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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远 好流行长 我们做些 有信用东西 有学生的 黑白滓 那个 有没有 那么多 那里 有的 有的 可用 有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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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如果想参与这个有掌问答游戏 就要准备两个电子产品 如果你用电脑看这段影片 就准备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 给你五秒钟准备一下啦 现在先掃描过QR code 即是二维码 问题和答案提示就会在Google form出现啦 准备好就开始的啦 第一部分以下照片在校园中哪一个角落 每一题都有两个提示 请在Google form 里面选出正确的答案 第一题 第一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猜到没? 第二题 两个提示 都给你了 想不想到啊? 第三条 又有两个提示了喔 那么多真光字 究竟在哪里见过啊? 想不想到呢? 第四条 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是不是经常经过呢? 第五条 第一个提示 白痴痴的 第二个提示 想不想到? 想不想到? 第六题 两个提示在这里了 好漂亮喔 究竟在哪里呢? 第二部分 欣赏短片之后回答问题 每一题都有三个提示 请在Google form之中 选出正确答案 香港真光 已经有86年历史啦 但是校舍还那么漂亮 那么新呢?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习模式的转变 我们真光 亦都配合时代的步伐 进行了很多改建工程 看一下我们的资源馆 在2015年5月开幕 在2015年5月开幕 同学可以在明亮和宽阔的空间 进行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 促进交流 究竟在资源馆尽头 这个门里面有什么呢? 第一条 在资源馆尽头 在资源馆尽头这个门里面 有什么呢? A 一间真床资料房 B 两间视讯房 C 三间自修室 这是我们熟悉的白灵堂 为什么叫做白灵堂呢? 没错了 就是真光100岁的时候兴建的 在1872年创校 1972年 白灵堂落成 白灵堂在2015年 又完成了大装修 进去看看 哇 好舒服啊 大家 发觉 有什么不同了? 最特别的就是 旷阔了一个舞台 让更多学生 可以上台参与活动 还有全新的音响和灯光 看回以前的礼堂 虽然没有现在那么漂亮 那么舒适 但是当时能够在 那么大的礼堂集会 已经很幸福了 究竟1972年 除了白灵堂 还有哪一个设施 都是同一年的校庆开幕呢? 第二条 当年除了白灵堂 还有哪一个设施 在同一年的校庆开幕呢? A. 真光堂 B. 图书馆 C. 游泳池 2019年暑假 完成了小学部 究议所有课室的工程 学生走入课室 就会见到新的黑板 新的白板 新的投射器 新的教师桌 新的桌椅 还有新的书包柜 只是用了两个暑假 课室就会有 这么翻天覆地的改变 为什么早期 大坑道真光小学 被称为第二小学呢? 因为在1935年 何音堂博士 在香港坚道 设立真光小学 在1950年 香港政府 撥出大坑道工地 约4万平方尺 被真光建校舍 学校就由坚道搬到大坑 在1951年 大坑道中学部校舍落成 在1955年 第二小学校舍也落成 也就是现在的小学部 究议 共有21个课室的 新型建筑校舍 究竟大坑道真光小学 是如何筹得 兴建校舍的资金呢? 第三条 大坑道真光小学 是如何筹得 兴建校舍的资金呢? A 向外务捐 举行换物会 B 向外务捐 举行卖旗筹款 C 向校董会 申请拨款 在真光小学 旧役的一楼 就是真光幼稚园的课室 幼稚园是 2019年完成装修 看看有什么新换衣 很多新的教学设施 还有里面 全黑的梦幻屋 一起进来低声课室 看看 好美好整齐啊 有图书角 美奴角 书包角 小厨房 学习角 玩具角 大大的储物柜 究竟 那么大櫃 里面 是怎样的呢? 开来看看 哇 摆到好多东西 究竟 中间这个大门后面 放了什么呢? A 大黑板 B 大玻璃 C 大电视 这里是2020年9月落成的新地标 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原本是什么? 没错了 我们叫这里做两棵树 现在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花圃 花圃前面摆放了一列现代化的洗手盆 对面有一大片很抢眼的黄色墙 上面有一节金句 你们是世上的光的英文版 旁边有一粒高过两个人的真光之星 还有李炳光牧师帮我们写的校名 你们下次来学校 记得在这里拍照留念 在校名下面有一块小学部大留兴建时立的基石 究竟上面写的是以下哪一句话呢? 第五条 在这块基石上面写了以下哪一句话呢? A 主耶稣是世之光 B 以乃世之光 C 用鞋提奏我 第六条 经历了86年的岁月 你对真光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呢? 这一条大家要自己回答 请注意 个人资料是放在Google Form最尾 大家记得填上才提交 每人只可以提交一次 问答游戏的字纸日期是5月14日 那怎样才可以得奖呢? 当然所有问题都要答对啦 加上第二部分第六题 能够对真光未来发展有具体的建议啦 答得最好的20位参加者 将会获得校庆特备奖品 到时学校会联络你 得奖名单和答案将于5月尾公布 请留意学校网页 多谢大家 希望透过刚刚的游戏 大家都能够留意到 上帝的双手 愚害带领真光一路的发展 恩典处处 面对未来 真光仍然会紧紧跟随上帝 大家互相支持 特别在这两年 在疫情的挑战下 我们仍然能够用不同的方式 继续学习 同学之间互相鼓励 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 让我们透过校庆歌 将感谢呈献给上帝 在唱歌的同时 亦都会播放中学部各班私生的相片 他们都会以创意的方式送上祝贺 要请大家一同起立 唱校庆歌 在唱歌的中心 在唱歌的中心 爱応上帝的字 我们最忐心的音乐 在唱歌上 是一整天的 voices 你都会有点误狂 想法和声音乐 我爱音乐 在唱歌 在唱歌的中心 我们在唱歌 在祖福語方面想 小福祥語幹集 封呑教 如今堵和祖母 登場所在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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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場所在祖父母 登場所在祖母 请各位仍然站立 有请校目李炳光牧师为我们祝福 请大家接受祝福 愿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请坐 今日的校庆感恩会已经来到尾声了 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见证上帝的恩典 希望疫情可以快点结束 下年可以一起面对面参与校庆活动 最后祝大家 心心看泰 常全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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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